好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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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好棒! 好棒! 好棒! 各位 旭村旭選區的選民 各位從新加坡特地 趕來我們民眾大會的朋友 感謝大家的支持 2015年大選 行動黨的選政章 提出了 人人過錯更美好的生活 我們現在 真的過錯更美好的生活嗎? 沒有! 在 2006年大選的時候 我問行動黨 是否會在大選之後 實行 支付能力調查 來獻祭新加坡人 在需要住進地園的時候 選擇 便宜的實際地方 衛生部長 許文言說他 還沒有去思考這個問題 但是 在大選之後 就實質地住院支付能力調查 現在你需要住院的話 如果你選擇CG地板 需要經過支付能力調查 換句話說 即使你選擇住進CG地板 它是你所必須支付的醫藥隊 也會比你血銷 因為你支付能力調查的結果 政府會認為你不擔得起來 所以呢 有不少新加坡人 因此而感到擔憂 覺得 生活沒有保障 生病了也沒有保障 感受到很大的壓力 上一屆大選 和這一屆大選一樣 行動黨員大分同好 我們請總理說 你們可能已經去拿了錢了 拿了沒有 不過你要注意喔 中間大選 我告訴大家 行動黨政府給你一次請求 他以後會要你 給你打回一次雞的 在 在三屆大選 過了不去 當時經濟還沒有白色 人的生活也不好過 不過呢 他們把消費稅 移高了兩% 增加了人的生活負擇 這就是他們所謂的 讓人們過做更美好的生活 這一屆大選 這就是 警方黨的政官裡面 承諾 為國人 提供 不當得起的 療保健 不過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醫療服務 價值高 他所謂的 不當得起 不見的 就是 你真正不當得起的 他當然不當得起 他不當得起的 他不當得起 他不當得起 這個 尤其是 療療院的朋友 因為我們人口老化 有許多家庭 有連邁的父母 生病的父母 沒有辦法照顧 需要重視療療院 但是療療也蠻貴的 所以 如果有父母 需要重視療療 每個人都知道 那個經濟的不當得起 很重 那你知道政府的 解決情況是 什麼 沒有 他說 衛生部長說 他說 我們鄰國的柔國 成本比較低 療療服務呢 也相對的便宜 所以 新加坡人可以 考慮到 柔國療療 也就是說 如果你不當不起 新加坡 收費高額的療療院 你可以把你的 副主心送到 柔國去療療 好 行動黨敢這麼做 因為他看似新加坡人 選民在每一屆大選 都把票投給行動黨 所以他不必當心在 國會面對 有力的挑戰 如果這一屆大選 選舉成績還是一樣 或者更大 行動黨會實施什麼政策 來增加 人民的不當 還是有力支持 現在 民稅大選 行動黨一刻 就做出了承諾 五年不提高消費稅 不過我告訴你喔 不排消費稅 你做其他稅 他沒有告訴你啊 他提高消費稅 不提高耶 他做好做好 嘗試穩定 而並列入 高生活費的擔憂 他甚至要求他們的小伴 欸你們六個月裡面 一定要贊家喔 小伴們是心甘情願的嗎 找到 無論到 他是餘地無論 三小伴 因為這樣子 很好笑 你裝不夠嘛 所以這就是行動黨 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不惜犧牲小事 我要問的是 為什麼行動黨 不可以 邀請線路發展局 把小胖 小胖 小胖 攤位的主題解決 那你現在說 小胖 不提高 不收下 烈飛 那你累的話怎麼辦 那你怎麼這麼笨啊 還有 公共交通都失會 原本是要在今年初 檢討公共巴士的這個收費 現在也要摩耗到年五 才檢討 你能不能夠肯定 檢討之後 歸戰價賣 這種種承諾 全部都是為了大選 為什麼 為了你手中的那一票 這次大選 公共黨提出 新加坡應該邁向 第一世界國會 國會裡必須 多一些明顯的 共和黨議員 代表人民的行程 監督政策 對人民有重大影響的政策 必須有充足的辯論 這樣 才可以保障人民的意義 新加坡 46年來 國會裡頭是由 行動黨一團官司 政策 由行動黨決定了 這是什麼 即使我反對 也許不了什麼作用 剃開一支而已 沒辣 港港首次獲勝 到阿伊維進選去進選 公文黨 這次 可以多一些人選 在國會裡他講話也比較大聲 行動長也會比較聽得到 他就是敢仰坐靜坐 不過行動長被工人黨所提出的那個第一世界國會啊 已經不會送了 他不斷攻擊那個第一世界的態度 最新的風景是我們無作動之陣 他說人民被運貨 他們被欺騙 第一世界的國會就好像外表包裝漂亮的 不過我要告訴他的是 如果第一世界是國有的話 那個是因為行動長的政策 把人民家的腰痠背痛 他不斷攻到國有了 就是這一世界的大選 共和黨推出了好一些高數字的候選人 行動黨也是大肆風景 今天的早上 李之政說如果公文黨失敗 陳碩茂大可回到生魔三十年的中國 陳碩茂在這裡來 陳碩茂是新加坡公民 明明白白的新加坡人 他只是因為工作的關係在外國法律 被派遞到中國 在外國生活了三十年 第一個新加坡公民 李之政竟然叫他回去中國啊 相反的 行動黨 卻歡迎了一大堆在外國 生活了幾十年的外國公民在新加坡 陳碩茂大可公民 在新加坡公民 出國打拼 是李之政鼓勵國人做的啦 現在我們 有很多新加坡在外國工作 行動黨是不是也不歡迎他們回來呢 還是現在 我們新加坡已經有了足夠的行動 你可以替代他們了嗎 還是因為 陳碩茂回來參加黨對黨 跟行動黨競選 所以他們就不歡迎他啦 趕他回去中國啦 不過喔 李之政 李之政 他用巴卡進學機的隊員 陳整身 他是滿有來過啦 不過他跟李之政老人家看房掉啦 他說 他說 不應該問以前從那裡來 你應該問以後想要去哪 他說 重要的是 將來會做出怎樣的貢獻 因為事實是 我們都是一個子孫 只有這樣 我們才能成為一個包容性的社會 他的對方做 是在回憶 人們對行動黨所拍出 最近台城於新加坡公民的新的候選人 所提出的事 不過 工人黨的陳碩茂跟他們有所不同 陳碩茂和所有的新加坡男而已啊 都不過兵力 當過兵力 是新加坡人 你就請他出去 外國人你就請他自己來 這是我們的行動反送服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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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整身來說 能從世界各地 避進台華 來建設一下共同的未來 這才是最重要的 以前你可能不是新加坡公民 可能沒有經過國民福利 或者最任何頒利做出貢獻 他是 他是 陸軍總長耶 為了替行動黨後選人騙助 竟然認為 有沒有活泥活泥不要緊啊 不 不 不 他是 他是 被探索自如前置的 引入 也是 我們以後未來第一世代的領導方式 這就是我國未來的領導人 請大家好好地看一看 想一想 所以呢 這件大選 這個奔水裡的大選 你要的 是國會有更多明顯反對答理由 還是任由行動黨 繼續一檔不大 為所欲為 你願不願意 也功能有一個機會 幫你監督和自然政府 讓這個政府可以做得更好 更為人民老小 為新加坡人 爭取主義 決定 在你 五月七日 讓我們看到你的決心 由工人黨立場 邁向前